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這幾天天氣相當的好 很多人可能沒有留意到氣象報告 覺得跟昨天很像 不一樣了這幾天 從禮拜天禮拜一禮拜二都是屬於 秋老虎的天氣 中午的時候白天的時候比較熱情 大家都留意穿著 不過好天氣沒有好空氣 這個時候在中南部 特別是台中以南一直到高平地區 這個地方因為這時候吹東風 這個時候這個地方就剛好位於下沉氣流區 所以這個地方空屏就不大好擴散不易 而且這個時候陽光又特別大溫度又回升 所以這個地方空氣品質到中午到下午這段時間 都容易達到不良等級 臭氧濃度特別高 你注意到如果你到台中到彰化雲林 你坐高鐵一看那個灰蒙蒙的一片 那個不是霧霾是一種臭氧的污染 造成這個天空有顏色 請大家要留意一下 這時候大概懸浮為例沒有那麼高 不過相對也高 臭氧是比較嚴重的 臭氧就是下午的時候陽光 經由化學反映出來的 汽機車的排放工廠的排放等等 在下午的時候比較明顯 可能這種情況在禮拜一禮拜二會更嚴重 請大家一定要特別留意 特別是中部以南的朋友 呼吸器官比較敏感的患者 你這幾天會覺得很不舒服 這個時候不是從大陸來的 是從台灣的 你看大陸這時候 南方來說的話有些地方是比較髒 可是相對的乾淨很多 北方呢因為這個時候的 其實 大氣本來就比較不流通 所以北方的事實上持續 你這個藍色的對我們來說都是很嚴重 不良等級的水準 這幾天呢 整個天氣非常的好 主要是受到高壓冬移 明顯吹的偏 東風 那東風來說的話在東半部 可能就有一些局部的雨勢 不過大致上的 這不會很明顯 未來這幾天呢 隨著高壓冬移就要等 新的一波系統來 新的一波正在醞釀 這時候你看南邊都吹南風了 中國南方 北邊有一些冷空氣 但是冷空氣後續要補 所以冷空氣一直往推推推推 有可能這個 交界的這個水氣的 就有可能在周三的時候 監進到台灣 所以比較變化的時間點 是在周三 你看現在就這個時候 這個東西在這個 在這個地方 預計呢 慢慢慢慢的 後面的這個冷空氣會不斷的冷空氣的大軍不斷的往南 推推推 那推的時候呢 等到他完成的時候 就把這個冷空氣推到台灣 所以這時候 禮拜三的變化呢 可能會不大好 因為這時候禮拜三 就容易有一些這個 北方的污染物影響到台灣 當然啦 我們的空氣呢 也可能真的不大好 所以禮拜三是一個 變化的轉接點 那禮拜三禮拜四 這一波呢 其實冷空氣並不會持續很久 大概在三四天左右的時間 很快就過去了 而且冷的強度呢也不會太強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放點心 未來這幾天呢 其實禮拜一禮拜二都是屬於東半部 可能雲量比較多 偶有一些局部雨 那禮拜三禮拜四呢 就是北部 屬於這個風雲系會接近 雲量比較多 偶正雨 但是雨量都不會很大 那風的部分來說的話 這樣吹東風 可是接下來就看下禮拜 你看下禮拜 預計從禮拜一禮拜二 你看這個東北季風 就會開始增強 東北風就會開始增強 北邊的冷空氣一直不斷的往南 這個就是我們冷空氣的大軍 23號的時候 禮拜三的時候就會到 禮拜三禮拜四 你看都是受到這個東北風的影響 所以整個環境呢 特別在台灣的北部 你就會感覺到整個天氣跟這兩天是不一樣了 這是一個變化的轉折 不過很快你看 到26 27號這個 冷空氣就稍微減弱了 所以大致上後季 後面沒有再冷空氣再補充過來 所以最近的這波是屬於比較短的冷空氣 最近的事實上北方開始有點冷了 冷的結果呢就看下一波 不過下一波其實 冷空氣威力並沒有很強 所以對我們台灣的溫度呢 各位來看 週一週二 你看就是北部是秋老虎的天氣 21 23 31 2度 很悶熱 悶熱的溫度 屬於你很想要開冷氣的溫度 到了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 你看都是20到26度 這個就有涼意的天氣了 所以這個是穿短袖 這個是穿長袖 請大家要留意這個分別 這個是北部的變化 北部在未來這幾天 變化會比較明顯 請大家多留意一下 那南部呢 大概些微的變化 但是變化並不是很明顯 24到31度 還是屬於相對的 中南部都是屬於穩定的夏季形態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 回溫好天氣到週二 白天呢高溫持續的攀升 週三呢冷空氣開始接近 北部呢 溫降雲多 猶豫的天氣